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很高兴 你们今天早上那么早起床 还要排班在山门口迎接学人 自成感谢你们 然后能够更上一层楼 要发这个无上真本结心 我们都知道你们的戒和尚是专宏我们的戒学 其实戒学在我们这个年代 其实是蛮走下低沉的 不过在戒和尚跟戒长柱的这样的努力 一步一脚印的渐渐提升 我们这个插度才可以看到这个戒力的弘扬 当然每一个弘扬的过程都是有一个艰辛的过程 但是我们戒和尚跟戒长柱都可以一一把它克服 这也是我们戒和尚其实是跟学人是同戒的 当讲完一个半小的克完 师傅在讲一个细论的公案给你们听 我们回归正体 所以我们都知道戒当然都是无上菩提本 我们当然要一心持进戒 那学人在研究经教当中 将来你们如果有这个因缘 去了解这个所谓戒为什么是花补琴的本 在所有的经教的哪一部经 才会真正的提到 因为我也骗传 如果有翻到我们中文的都会 戒为无上菩提本 这个由佛陀亲口说的哪一部经典才会讲这句话 那写人告诉之位 就是在愣眼睛 第四件 霍罗那尊者问佛陀 不过你们要看这个见识的戒为无上菩提本 你们要细心的看 因为你可能抓不出它的重点 你必须要很仔细看 你才可以证明 学人刚才所讲的戒为无上菩提本 它的根源 你才会理解的 因为那个眼睛大家都知道 我们读了以后 你将来如果有延期好的话 遇到好的三知识 当然我们可能可以见法悟到 在借为无上菩提本 以前我也看过了 那个藏传的 他们的大德的论诗 写这个菩提心的事情 但是都写的不是很具体 都蛮笼统 后来都是只是这个文字哲理的研究而已 但是那眼睛里面的见识 就是佛罗那尊者问佛陀 我们要如何去把这个菩提心展现出来 当然就没有离开所谓 我们必须改善我们的执着的缺点 就是戒定慧 我们增上我们的戒定慧 然后改善我们的那个三毒五盖 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们可以将来有这个延期 有因缘里面去翻翻看 我们菩提两个字 当然都叫做戒 就是戒察戒物的仪式 大家都是 因此这个戒是戒的根本 我们都知道有 我们必须要自戒 先帮忙自己在日常生活六根一到六层 都能够当下能够检查 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 如果懂得越多的话 我们能够受戒完以后 我们有因缘就留在戒常住当中 当然师父是一种过来人也奉劝大家 花五下的时间去了解戒的因缘观 我们有时候持戒不一定一百分 听得到 因为时空不一样 印度佛陀当年的文化习俗 跟我们汉传 这个习俗不大一样 但是虽然文化习俗不一样 但是你绝对可以解脱的 你绝对可以走上这一条解脱之道 所以戒相就是说你要去理解 那招商呢 你们戒额上有整理了一套的 那个戒的作品 著作 里面一样有红一律师手 整理的戒相表迹 你们可以细看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戒是一个法禁 就是法的禁字 它也是要让我们解脱的 所以自知自觉的造谣禁 因为我们要今天学佛 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 见法解脱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直取两个字 但是我们不知道 如何去发现我们的直取 但是我们可以在戒的戒条里面 去发现佛陀当年这些的比丘比丘尼 他们在日常生活 为什么还会起很多的怀恼 我们就去追根就得去了解它的因 因为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因的这个过程 我们才不会很容易在学界的构成学界 我们就增长我们的怀恼 这个是奉劝新界你们一定要记住的 你要记住的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界 它是让你自知自觉 它不是用来装饰 你做学问用的 听得懂啊 我们不是做学问 你看你们戒和尚 坦白讲啊 他这一关真的过关了 真的有做到 他不会随便跟人家造口业 也不会随便去批评人家 这样的修养不容易 我们以前学界 不再学自己 只要学看看别人有没有遵守 去抓人家的缺点 然后搞到自己也三毒五盖增上 其实这个就不是学界的精神 所以它不是用来装饰 将奶泥变成在 因为介义是你要解脱之一的课程 要记住 所以我们叫三无落血 不是三有落血 要记住 三无落血的 所以不是用来装饰我慢 或者将奶泥 学界以后 我们讲 用这个镜子 可能镜式掩饰 那个一千度端门在照人家的缺点 有没有犯戒 其实这样就很可惜 很可惜 很可惜的 我们应该是有机会激怨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受过菩萨戒 所以我们必须要 心量广大去包容人家的 那个习气的缺点 因为我们本身 看人家的那个人 一样有习气缺点 你不要忘记 当你在看别人 其实你可能忘掉了你的 那个习气的那个缺点 这样子就很不好 因为你障碍你自己 你没有障碍对方 不过你提出来的话 增长对方的苦恼 因为他内心里面想 你不是跟我同样 差不多 是换这个条目没有同样 你还不是跟我一样 只是换这条条目不同而已啊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戒 都是为了解脱 所以才会跟你讲三五六学 是为了帮你解脱的 所以如果我们将建法 用来增加自己的慢心 对 你协力高 你脑筋激率很好 吸收快 没错 但是你要记住 你要从戒力里面 看到自己的执走 因为戒定会 所以三五六学 为什么会跟你讲三五六学 他讲白一点就告诉你 你有没有能力发现 用戒定会 有没有能力去发现 你的迷思的点 你要懂这个 我们不是把它来中学问的 我们佛法 不是来要做学问用的 所以你看很多的文字的学问家 将来以后你们受戒严满 慢慢啊 五下学见你到外面参学 你自己参学那些 学问家的佛学 哇 他们唯一的优点就是慢心很严重 优点喔 不是缺点喔 因为他们以这个为乐 听得懂吗 所以我都把它开玩笑 这个是他的优点 可是我们今天写佛法是为了解脱 我们不是为了 你一定要如何尊敬我 这没有什么关系的 不用去在意这个 因为我们从这个当中里面啊 发现我们有没有 得到那个执着的过关 这个才是对的 所以戒例里面看到很多的 那些新学的比丘啦 他们幻界的这个延期啊 我们细看一下他的延期 我们在这个 现在这个时空 我们今天不小心幻界 一样有延期 听得懂啊 那我们所有的延期里面 他总归啊 都没有离开三毒盖 就是我们诗文力的 250条对 其实总刮起来 他都跟你的碳密盖有关系 你才会幻 跟你的秤胃盖有关系 跟你的鱼翅盖 掉尾盖 鱼盖有关系 你今天才会 在深夜口夜的那个 日常生活啊 才无知无敏啊 然后会换了过失 那有时候我们换了过失啊 当下没有节照力 反正呢 先起烦恼再收 花一花再收 到时候我们再来喔 半月半月 每天都在宠物忏悔 但是这样子也是不错啦 因为最少他宠物忏悔 他表示说他还有自知自觉啦 我们不是轻慢他 半月半月起来唱歌的人喔 这个人习记都改不过来 这个还要写 你不能取这个轻慢心 因为你给他机会 给他机会 不要以为说这个缺点就永远 帐上他将来成本正解的一条路 听得懂是不是喔 不是的喔 所以希望啊 我们今天学习这个戒法 我们必须 戒法当中帮助你 栽培你是一个自知之明的人 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就没有所谓生命的基础 会迷茫啊 不知如何向前行 你会很苦恼的喔 不过我们如果将来 我们在同参道友当中 遇到有这样迷失困难的人啊 其实我们也要协助他 包容他喔 不要过度的责备 因为他已经习气很重 再责备一下去喔 可能就有很多不可说不可说的境界会产生 都给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训练包容量 心量广大 因为我们有受菩萨戒 听得懂啊 你既然受菩萨戒 你就 对方确实有习气 当他习气来 他不是故意患 因为五米一来 他都忘记了 他也不知道如何选择 但是我们给他沉淀的心 真的不要太压抑 不要过度的以为说 我们啊 中华文化里面啊 就是说要打骂才会成才 其实佛陀罗教育没有打骂的教育 只有欠打 又欠的教育 都是这样子的 打骂教育如果后遗症啊 打的人以后会被那个被打的人啊 以后会跟你记一辈子的仇恨 意愿不清净 我们不需要 我们尽量去开导 这样子我们呢 这个戒律的道场啊 才会在你们身上啊 被发扬光大 听得 因为我们不只在戒里面要增上 我们定也要增上 所以我们叫 增上见学 增上定学 增上会学 所以 所以呢 有了戒啊 我们去看啊 当你们啊 受罪完 我们研究 彭律师所整理的戒相表记 其实给我们后来的 这个学戒的修行的 省了很多时间啊 很多时间 你比较容易抓出它的重点 不然你直接看四分广力啊 你如果没有相当的 熏许五六年啊 其实还不一定看得懂 你只看看文字 不知道它在讲什么英语 好 所以我们今天学戒呢 如果我们帮助 看到自己的执着的缺点 我们才能够越过那个迷茫 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啊 迷失 我们才可以啊 一直往上 然后呢 向前走 所以这一法是我们的指南生 能认识自己的执着 都要记住这句话 是认识你的执着 不是为了准备当律师用的 不是 是认识 我们可以看 佛陀那个连带幻界的人 他的那个心理状况 心理状况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而且有些人啊 习气壮老是欠不听 也没办法 可是佛陀还是包容他们啊 佛陀还是包容 佛陀给我对比较钦佩人 到这个言起的时候 还都一样包容西达多啊 都包容西达多 他对 西达多对佛陀的那个煎熬啊 而且他们又是堂兄弟 都是自己亲属呢 都是亲属 都专门找释迦摩六麻烦 对 可是佛陀还是 没有因为这样子就仇恨他 然后批评他 没有佛陀从来没有 佛陀会讲阴言 为什么提菩达多 托有这样的言起 这样的言起 所以戒法是我们指南针 能认识自己的执走 引领我们啊 步步迈进啊 所谓解脱自门 佛为何自戒呢 就是为了不饶害众生 所以记住啊 我们今天啊 持戒道长是不饶害人家 绝对不能用恐吓的语言去恐吓对方 因为他不知道 因为尤其你们将来会遇到这个白衣 居士 尤博射尤博尔 你们要站在一个菩萨界的立场 因为毕竟是白衣他一定有很多习气 你绝对不能有我知我见 然后恐吓对方 让对方听得整天为了你那一句话 他没办法睡着觉 他以后的高血压是因为你引起的 我告诉你哦 你是因为你引起的 所以当我们以后啊 去帮忙众生的时候 确实众生有很多习气 因为有时候将心比心 我们自己也不容易改啊 听得懂啊 我们也改不过来 因为不小心劫之力 没有了 我们就 对自己的那个习惯性的观念啊 带着跑 看不清自己啊 所以说 我为了自戒 为不饶众生 为力气利他 每一条界的自戒因缘 都有这样的前提 都是这样子的 甚而啊 有开这慈患 乃至呢 讲这个圣神的延期法 所以有时候 当以后你们如果 学戒一段时间啊 有空的话 当然你可以看了 一进三藏呢 心里却有部律 因为他讲的延期观 比识问律多 就是这个人幻界 他讲的延期 为什么这个人 佛陀会讲 当年冯毅医师 其实喜欢弘扬啊 这一部啦 一进三藏的这一部 但后来啦 被某一位大德记事 说我们啊 汉传传统都是 蓝山律 就是四文律 所以他才回到 这个四文律 因为他看到 这个 心里却有部律 一进三藏所换的 他比较讲这个 延期观比较多 这个人会幻界 他的 佛陀会讲 他诉说他的延期 所以 坦白讲 今天 一个人幻界 不是他故意要幻界 说不清楚的因缘法 所以你如果 从这个角度去看啊 没有一个是幻界者 没有一个人习气很重 只说 我们要不要给对方机会 我们要不要当一个真正的辅导师 而不是要当一个责备师 然后呢 专门啊 既然 责备人家的那个 缺点 别人的优点 我们不责备 但是我们又忌妒 你哪里比我好厉害啊 心里又不舒服 所以呢 甚而我们了解开支慈患的 一个人的幻界 或不幻界 佛陀会说明 幻界延期不幻界的延期 不会过度的责备 当掌握这个重点啊 邪界才能进入正确的心态 不陷入明文和立养的表面 当然我们在这个时空啊 因为你们都是比丘 师父就讲话比较白一点 不会过度包装里面 因为你们将来受界圆满以后 你们一定都会被很多的大德居士啊 会赞叹你们 当然你们一定要小心翼翼 因为我们都被赞叹啊 给迷思了 师父你怎么这么重燃 哦 你要记住哦 你一定要有节肢的 节肢的那个节肇的能力 因为我们毕竟啊 比丘啊欺重之手 所以啊我们啊 当比丘的人自解的那个能力薄弱 就可能走路啊 就啊七也八也 那个姿态就出来了 要记住 要多多学习你们借和尚 或者我们借常住的那个 诸子和尚 我们啊 谦卑的心 我们今天学我如果学到这个 我们啊 将来在成道的过程啊 绝对是可以把握 因为佛道把握是在哪里 是在你的缺点 有没有改 而不在你功课做多少 你要懂 我刚才讲这个 不是叫你不做功课 做功课也是一面镜子 让你还上 但是不是以这个 来作为你衡量 今天做多少功课 你的修为有多少 不是这个 你要借用拜佛 你只要借用拜八十八佛 去看到你八十八佛 这个四十五分钟 五十分钟 你看了多少 你的烦恼执走 而不是 拜八十八佛的时候 我的烦恼很多 执走很多 我不知道 怎么来的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无名 听得懂 无名 那为什么会无名 回头过来讲 就是尽叫不明 所以你没有办法 当下 去拿来用 你就会光拜那个数字 就变成这样子而已 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 你们因为 你们都已经新界了 那师父把这个 跟你们结合上 已经有四十年的 在一起 我们已经四十年了 足足今年 那四十年 所以我们把这个 心得分享给你们 我们没有命令 你们一定要遵守 我们没有呵斥你 你一定要遵守 但是你如果 为了发土的心 你要自己遵守 你要自己自立 而不是叫人家 都回向给你 其实我回向给你 你也说不到 因为我没有看过你 习继改 哪有改 没有改 所以当我们受借负 我们在生活中 学界实现借法者才发现 常常无法拿到 借法所说的标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审查率的结观 剥落字不够 剥落字不够 因为又没有产定力为谱 所以我们将来 你们以后 学界以后 一定要想办法 我们为什么叫做 三如落学 因为它是一套的 它不是切割 听到 其实界里面有定 不是另外学定叫定 不是另外学会叫会 不是 界里面有定会 定里面有界会 会里面有界定 它已经都含色 不过我们在初学的时候 先切割休息 学习让它了解 可是当我们在应用 它是不能分家的 你一分家 你个人就出问题了 你个人就有问题了 所以才说 因为没有剥落字 为导 然后又没有产定力为辅 也就是 如果没有见到 界法的结信之意 我们就很容易 纠正别人的缺点 还有一种 你们一定要提醒 我们质责自己 这个不要过度严重 因为过度的质责 我的习记太重 怎么会这样子 老是改不过来 看到别人做得到 我们看到他又很惭愧 每天都在毁 这个就变成我们天台中 这个五盖里面的掉毁盖 这个毁也是会伤害很多修行人的前程 过度的 因为这个毁会造成一个修行人的悲观主义 会出来 很多的悲观主义 所以你们一定要不要漏入这个陷阱 过去祖师的经历 他们都提醒我们 这些的缺点 你要注意一下 截观一下 防备一下 不要被自己的过度的执走 我有患过失没错 但是不要毁的 你要忏悔没关系 但不要为了忏悔那个毁的过度 毁了过度以后就障碍你 所以我们在戒法中去了解 然后引导从戒法里面看到一个患戒的比丘 或者比丘女 他们佛陀在这个戒里面讲他的言启法 因缘法 佛陀会讲故事 真的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观点做出发点 然后也帮你自己 也帮你自己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学戒法当中 而看到缘起人面 这才是修持戒法的本应 见什么法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患戒的人 为什么他老是持有故彼有 奇怪 为什么我的念头会被 这个持有故彼有 那个有从哪里来 我们开始静止擦亮一点 只负责接观 怎么会有这样子 可是我告诉主人 你刚开始看不出他的眼影怎么来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点 造成你会持有故彼有 所以我们叫做什么 无始两个字 你真的找不到开始 因为当你找了一点的开始 那个点前面的开始 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点 你所看到点就变成果啊 因为你还要追前面的音啊 还要追这个前面的音啊 所以你当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从戒法里面啊 我们看到了缘起人面 等一下呢 我将它结束 我就另一个 里面戒而上 早上跟我聊天 他讲的戒法与菠萝菠萝律 的关系 当然这本里面将来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才是我们修持戒法的本意 见什么法 此生故彼生啊 此媚故彼辈 所以没有 没能见到啊 我们起心动念 因为我们为什么很难 看到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常常被无名的习记带着跑 就是因为镜子差不了 就是觉察力不够 因为觉察力要够 它必须还要靠后面的订更会 你没有订更会 你可能没办法 你如果强迫只有戒 你可能没有办法帮你解脱 因为我们是一套的 听得懂 一套的 所以呢 因此啊 我们如果不理解 这个延期法的 我们就比较容易 看到六根一道六层 我们就有惯性的习气 的执着 比较难改 所以我们常常说 明明知道错 为什么都改不过来 我们常常啊 你在半夜半夜送接那个 来到中间忏悔的人 每一个呢 其实都有善良的心 都希望要改 但是这没办法 就是持有顾比有 我们做不到持五顾比五 听得到 我们哪只会做到持生顾比生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持妹顾比妹 顾比妹 这没有关系 大家 我们把这个经验坦先分享给你们 你们不要恐惧害怕 戒 不是给你关起来以后 准备下三二道用的 不是 你不用想太多 不小心的换戒 也没有那么快就下第一 到三二道 告诉你 轮不到你啊 因为你们好像都不是提补大多的根性 所以你放心啊 我们哪大部分都是人道 中等中等 在这个中等当中 我们有人生难得 我们就借用人生难得的机缘 来去啊 听经文化 多多吸收啊 诸大三知识的经验坛 多多接纳 释迦牟尼佛的经验坛 然后多一点 摘便宜自己 然后呢 我们如果渐渐改变了以后啊 我们啊 那个烦恼就会减少 如果改不过来 当然 惯性的习气 当然我们刚才讲 惯性的习气真的蛮难改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定更会没有加强 因为习气 他要靠指根官定更会帮忙 如果我们的指官定会不够的话 你要维系的习气 你看看不到 没办法 我已经就犯了 老师跟你讲 要提醒你 你要注意 为什么你到今天来都没有注意 没办法 请你们原谅我吧 我们这种话题 就会一直重复重复 就是因为定更会剥落 听得懂 听得懂 所以希望你们来 在学界的当中啊 就可以开始认识 所以我们古德讲 最从心起将心参 这个祭颂大家都会 心肉枉死罪异 这个心我们等一下下面会解释 心王罪魅两气功 事则名为真参悔 心 到底这个心我要 最从心起将心参 这个心到底是怎么结构 就是我要一了解心的烟气法 这个心的烟气法 我们真的有这一颗心吗 现在科学实在进步 我们知道若凡心不会想 心脏的心不可能有思想 所以我们的心的心 从哪来 以前我们刚初学的时候 常常都在想 你却都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那个心 也要心脏的心 也不会想东西 那个心是什么心啊 早期初学都很纳闷 都不知道答案 那慢慢熏许佛法二十年以后 天经五号才找出 原来我们的心啊 在哪里 在脑筋的记忆里面 记忆就是你现在所说的心 的代名词而已 所以心从哪里累积下来 我们常说起心动念 可是念头从哪里来 心就是我的念头 但心念的心 并不是器官的心脏 大家都知道 不可能啊 而现在我们科学进步 我们就知道 原来就是你的脑 你的脑以前所学习的介意 从你出生以后 从你在妈妈失业怀胎 你就开始培养 无意中记忆 妈妈跟父母亲 他们在对话 你就开始吸纳 吸收了 吸收了 所以你 你有没有想说 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然后呢 爷爷奶奶亲朋好友 就会跟 跟他的这个父母亲讲 哦 哎 这个小孩子有一点像 妈妈的百分之几哦 有点百分之几像父亲哦 听得懂啊 以前我刚 刚学我 我还不知道 他们讲这个话 是什么意思 慢慢有经验 才说 我也去看看 这个所谓胚胎学 一个我们 为什么来投胎的 这个因缘法 我才想 哦 原来我们就在怀胎实业 就开始记忆 听得懂啊 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说 他们都在问我 师父你怎么会出嫁 我跟他们讲一个戏论 因为父母亲栽培的 什么栽培的 因为我妈妈不认识智 因为他们日系时代的 出生的年代 不认识智 他呢每天就在那个道场啊 掃头咖 金色扫地 这个就累积三根了 这个怀胎的婴儿 累积三根 那我老父亲呢 天天送信钢筋 回向 哦 这个也是记忆的累积 都是记忆的累积哦 所以主要你要记住 我们没有办法说明 你这个婴儿将来 会什么 不过我们如果 在协佛的道上啊 我们如果婴儿好 我们在怀胎实业 就被父母亲 种下三根 如果我们没有婴儿 种下这个三根 那我们啊 从现在你们在 发心开始协佛的时候 我们重新送无肉的 善根的学习 你不用着急要想成就 因为你还不知道 什么成就 因为我们佛法的成就 跟世间法的成就 都不同 世间法的成就 是分数月高 才叫做成就 前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我们的佛法成就 是无我无子走 才叫成就 佛人像 我像众生像 受者像 我们才叫成就的 我们不一样哦 所以我们是 无为法无肉法的教育 听得懂吗 所以 当我们啊 开始学界受界 我们的脑筋 你们现在 新受界 也就开始重新记忆 那以前不管 学到什么的那个记忆 我们都建议你 慢慢把它剔除掉 慢慢的 因为当然 我们的习气 每一个人不一样 有些 一年就可以 提出以前所 接收的资讯 的吸收 那有些啊 比较慢 那我们不要去啊 分别心评论 那我们就开始 听清文法 然后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开始重新记忆学习 界定会三无漏血 如何帮你成就的课程 你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透过大脑 发挥其感受情绪 思考想象 记忆等功能 综合各种啊 那个资讯所行程啊 其接受各种讯息 然后加以思维修解读 所以你们一定要培养 你们思维修 你不要再停留 那个外环慰 尤其我欠你们 已经花心出家的 这样的人 你不要一辈子哦 谁我都停留 在那个外环慰 我不否定感应道教 蓝思义 我们不否定 但是他没有办法 帮你解脱 他可以帮你增长信仰 对佛菩萨的那个千诚心 可是解脱还是要靠你啊 因为佛菩萨还是我好 带你来解脱啊 你的执着没有办法 他只有教育你 哦 啊所以 所以希望你们 慢慢啊 已经要 成为一个比丘啊 然后慢慢啊 开始啊 学习天经文法 然后呢 不要招起承接 因为我刚才有讲 成就不是你们单单 这样子理解叫成就 哦 因为我刚才已经告诉诸位了 哦 破人像我像众生像受者像 那才叫我们佛法的成就 我们佛法不是用分数的 不是用你的脑筋的 快速的记忆力的反应力 说你很很厉害 火柴很好 我们叫做你成就 不是 都不是指这个哦 好 我说了解的 听经文法了解 一切诸法的六根六枕所 面对的都是暂死而有 我们为什么叫暂死而有 暂死而有 暂死而有 表示还是有哦 不过他的有会生命 听到会生命 大家我们现在 定力不够 我们没有办法 看南传的经教里面讲 我们大脑里面 一秒钟的生命 有十六个岔脑 我说我们看不到 为什么我们有三摩地 听得到 然后我们呢 在汉传的经教 一内有九百个生命 只问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 你要觉察到这样的能耐 你才帮你叫做 智杰杰杰杰杰杏严满的成就者 但是讲到这样子 大家不要害怕恐惧 不用害怕恐惧 一步一脚印 你们可以走上来的 师父也是这样渐渐走上来 了解佛法圣思 圣思的法义 你要囤积二十年到二十五年 当然你们在座 如果根性比我好 另当别论 那普通的我们 一般的学校的学生的教育 你应该用这样的栽品 那你们呢 在受完学以后 心里一直不要 起一个贪念 我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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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说 我要发现执着 我要发现执着才对 你不要去注重那个果啊 你要注重那个因啊 听得懂 所以我的执着在哪里 我可不可以发现 这个叫因 听得懂 你不要开果闭口 哪时候成就 那个是果 那你在这一身学果 你的基础会打得不好 会打得不好 又说大脑赋予我们的想法念头啊 感受以种种的情绪反应 其练密的神经网络啊 连结的包括眼睛的视觉 耳朵也就是我们 我们啊 天台中的教理 六根啊 遇到六个境界 那你要记住哦 前五根都是工具 可是剩下谁在帮你记忆 就是大脑 左用脑 帮你记忆 如果我们今天出家学到以后 我们开始都尽量在 无漏的界定会去薰学 我们就开始记忆 那个无漏学的真理 听得懂吗 我们呢 你们初学的时候 建议大家 在这个五下当中 那个外点的经典 尽量先不要看 先不用看 你应该先 在内点上啊 多下一些 为什么 要给你多一点记忆 听得 不管你看得懂 看不懂 你只要熏许 一定有机会 你只要熏许 然后 你熏许的当中 我们从啊 因为我们在熏许的时候 一样没有离开 五根手对的五层嘛 听得懂吗 那我们累积了精教 精教就变成我们五层的境界 我们耳朵也听法语 我们的眼睛也都看了 这个文字的法语 我们就开始信 那过去没有学佛的时候 我们都记忆了那些 说不清楚的 胡适乱想的 然后 勉励你自己 不要再去责备它 因为它已经过去了 不可得 但是我重新来记忆 重新来记忆 然后呢 以及啊 包括所谓眼睛的视觉 耳朵的听觉 鼻子的嗅觉 舌头的味觉啊 以及身体的各种感觉啊 系统 而人的四肢啊 躯干啊 以及所有的器官 也都透过啊 神经的传导 传入也传出啊 和大脑产生连结的记忆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一定要都听清文法 培养记忆 你培养记忆也多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把 以前的那些啊 囤积的记忆 慢慢会拿掉 你不要再讲 三十年前我是怎么样 你没怎么样 你的怎么样 都是三都五代 怎么样而已 没有什么怎么样 一个人在表现说 他过去多厉害 请问那个厉害叫做什么 是不是慢性 他只在告诉我 我的慢性是这些啦 但是大家喔 不懂的人记得心理学 不懂 以为啊 他在讲这个 我们就赞叹他 你反而害他 听得懂啊 那个没有没有什么 我们如果要 要记忆的话 我们啊 从听清文法 所以 人类大脑 收集的 来自啊 我们的大脑啊 就是你的记忆 因为我一直啊 在节观说 我们为什么会有 环脑忘念 这个环脑忘念 到底是从何 开始被栽培培养的 栽培培养的 慢慢就 又读了一些啊 大家喔 做参考 我就读了一些 牛顿的杂志 我们都知道 你们在家如果有看到 牛顿的杂志 他有很多科学 理学 或者这个人的心理学 奇怪 怎么会有这些呢 好 所以人类大脑在收集来自喔 言而彼舍身 亦等各种感官接收到 讯许以后 以个人的经验 以讯许资讯 加以筛选判断 为什么加以筛选判断 你的我知我见 我们同样喔 你们同样在听我上课 你们一百多个人 你们回到你们脑中的记忆 你们过滤以后的记忆的 那个成果不一样 你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没有关系 这个本来就会有差异 好 在里面 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勿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职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本月经 点灯供水、药供即甘露施石 供请常驻法施主法 日期4月1日星期六到4月3日星期一 时间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尽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成真护生园义工 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 恰寻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 06-2716-616或06-2716-612 恰寻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2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意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盡情佩戴口罩量体温 蟒蛇哥哥 哈渡家住在印尼的农村 为了生存 哈渡经常到村边的热带丛林里砍柴 这天气真是太热了 好渴啊 咦 没有水了 水都喝完了 看来要去河里再装一些了 哇 真是太凉快了 诶 那白晃晃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我走过去看一下 哇 怎么有这么大的一颗蛋呢 这会是什么蛋 鳄鱼蛋吗 不会的 鳄鱼蛋一般都是产在沙滩里的 是大鸟蛋吗 也不是的 鸟蛋很少产在草堆里的 那么 这可能是蛇蛋了哦 但是 哪有这么大的蛇蛋呢 管它的 拿回去孵出来看看再说吧 哈都 哈都 你在做什么啊 我今天在草丛里捡到了一颗蛋 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 所以就将它放在这里孵化 是哦 看这颗蛋可真大 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呢 没关系 孵出来就知道的 我们就耐心等等 在天气炎热的赤道上 这种孵蛋方式实在是又省钱又方便 转眼间 一星期过去了 哈都 那颗蛋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我们应该出去看一下的 啊 蛋 对哦 这是我都忘了 快 我们去看看那颗蛋里 究竟是什么东西 哎呀 原来是一条蛇 这条蛇好长啊 一般的蛇长成大蛇 也没它这么长呢 是啊 看样子这应该是一条蟒蛇 哈都 你看它多可爱啊 不如我们就将它养在家里吧 好啊 既然你喜欢那就养着吧 小家伙 小家伙 你听到了吗 现在你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 我给你取个名字 嗯 那就叫做西马都好了 怎么样 哈都 你看它喜欢这个名字呢 嗯 这个名字的确不错 不过西马都可是会长得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帮它准备一个屋子才行的 没错 是应该给它准备一个自己的屋子 哈都 你这是在做什么啊 我这是在给西马都搭一个棚子 西马都 它是谁啊 你看 这就是西马都 是我们家里的新成员 啊 蟒蛇 哈都 你不会想要养一条蟒蛇吧 这也太危险了 西马都可是我们亲自孵化出来的 它非常听话 绝不会伤害我们的 转眼间 四年过去了 四岁的西马都已经长成大蛇了 它在哈都家充当守门员的职务 也就在这一年 哈都的儿子出生了 啊 蟒蛇 救命啊救命啊 有蟒蛇 不要害怕 这是西马都 西马都 它是我的亲戚小玉 小玉是来看望你刚出生的小弟弟的 哈都 早听说你养了一条蛇 不会就是这一只吧 是啊 就是它 西马都已经是我们家里的一员了 哈都 哈都 你怎么能养这么大一条蟒蛇啊 实在太危险了 没事的 西马都非常听话 而且有它在家里开门 小偷从来不敢来光顾 可是 你刚生了儿子 它不会伤害到你的儿子吗 怎么会呢 西马都可是哥哥哦 我还打算让它照顾我儿子呢 啊 让一条蟒蛇照顾小孩子 哈都 你疯了吗 你放心好了 西马都可是位好哥哥呢 有它照顾我的儿子 我可是非常放心的 啊 西马都我要去工作了 你替我看好小乌弟哦 你真的让一条蟒蛇帮你照顾孩子啊 是啊 有西马都照顾 我是最放心不过了 有它守着 不但野兽和人不敢去碰孩子 就连文银小虫 闻到蟒蛇的味道 也都退避三射 远远的飞开了 你家的西马都可真是一位好哥哥啊 哎呀 你看哈都的儿子从摇篮里爬出来了 要赶快将他抱进去才行 不然会有危险的 没事的 他哥哥西马都在照看他呢 出不了事的 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近他 西马都 那条蛇真的会看孩子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这兄弟俩的感情多好啊 是啊 西马都可真是一位合格的哥哥啊 乌弟长到三岁时 已经长成一个健壮调皮的孩子了 他和自己的蟒蛇哥哥感情非常好 一起吃饭一起玩耍 就连睡觉都在一起 行影不离 哈都 这位先生是个动物学家 他听说你家里养了一只大蟒蛇 感到非常吃惊 所以想来看一看 是啊 蟒蛇和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子里的事 我从来没看到过 要知道 蛇可是冷血动物 难道你不怕他突然受性大发 伤害到你们吗 西马都是不会伤害我们的 他是我们的家人 我的孩子乌弟就是他带大的 我相信即使是冷血动物 我相信即使是冷血动物也是有感情的 只要我们真心爱他 对他好 他是不会伤害我们的 你听 我儿子正在和他的蟒蛇哥哥玩得多开心啊 不要跑 啊 危险 你放心 他俩真是在闹着玩呢 他们经常这样玩 西马都都只是轻轻的卷着乌弟 一点都不痛的 爸爸 你看 哥哥又生气了 我刚才咬了他一口 乌弟 你太调皮了 不要老是欺负哥哥好吗 真是不可思议 这条蟒蛇竟然能和你们生活这么久 而且感情还这么好 当然了 他已经完全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 是吗 可是他的家应该是在森林里 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啊 哈渡先生 如果你真的对他好的话 就应该让他回到属于他自己的家 嗯 您说的有道理 我们是应该让西马都回到属于他自己的家 西马都 这里是你的家 几年前我就是在这里发现你的 现在你该回家了 西马都哥哥 我会想念你的 好了 乌弟 让西马都 适应一下这里的环境吧 走吧 乌弟 我们回家吧 西马都哥哥再见 乌弟 快点吃饭啊 妈妈 我想西马都哥哥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东西吃 嗯 是西马都 西马都哥哥回来了 西马都哥哥你回来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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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西马都一直把这里当成他的家 哈渡 既然西马都喜欢住在这里 那我们就不要再将他送走了吧 嗯 西马都 欢迎你回家 欢迎你回家 嗯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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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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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